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抓住了 那人承认了错误 让求牛的主人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王烈 王烈听说后 非但不要求送他去官府 还亲自去见了那个偷牛人 给他一些好步 希望他能从此改过 人们都说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个曾经偷牛的人 能改邪归正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 安安静静听故事 王烈一步 王烈自燕芳 太原人 东汉末年的人 年少时 王烈曾在陈石门下学习 王烈为人正直 品德高尚 再加上他爱惜老人 怜惜穷人 经常做一些善事 因此他在乡里有很大的名气 是一个德高望重 很有号招力的人 有一个人 他母亲病了 可是家里很穷 他没有钱给母亲治病 他心里非常焦急 他想 我难道要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母亲 病死在床上吗 如果我偷牛来卖 就有钱给母亲治病了吧 当晚 在母亲睡熟后 就去偷牛了 谁知道 这人运气偏偏不太好 偷牛时 被牛的主人抓住了 这个盗牛人 对自己的过错 共认不讳 最后 他请求牛的主人说 我偷你的牛 是我不对 什么刑罚 我都心甘情愿 只求这事 千万不要让王彦芳知道 我的主人 认为这个人不是贯偷 偷牛 也是因为家中有病重的老母亲 于是放他走了 王烈听说这时候 亲自去看望盗牛人 并送给他半批好布 让他换钱 为母亲治病 有人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 方烈说 不是万不得已 又有谁愿意去做小偷呢 盗牛人 怕我知道他的过错 说明他是有羞耻心的 既然有羞耻心 那么他应该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给他送布匹 为了能促进他改过呀 后来 有个老人早上带一把宝剑 去会见朋友 回家时 这老人不小心把宝剑给丢了 一个过路人 见到这把宝剑 就在那里等着 等老人回来找宝剑 老人发现宝剑丢失后 非常着急 直到傍晚 在一个路口 老人终于看到一个人 手里捧着一把宝剑 在路旁站着 老汉找到了自己仪式的宝剑 欣喜不已 老人看到守剑人 没有把宝剑占为己有 觉得有些奇怪 于是就问了守剑人的姓名 并把这事告诉王烈 王烈派人去查访守剑人 没想到这守剑人 居然就是之前的那个盗牛人 一个小偷在王烈的感召下 居然成了一个实惊不媚的人 这是多么大的改变呢 这件事后 王烈在乡里的威望更大了 乡里百姓 凡是有争送取值的事 都去请王烈帮他们 排解纠纷 断定是非 在他们心中 王烈已经成为了一个道德模范 一个衡量是非的标识 乡民们为了一点小事 发生争执是常有的事 王烈对这样的事情 总能秉公处理 让双方都没有怨言 心甘情愿地接受 正是因为王烈 平时得教的影响 这些乡民们 有了矛盾或纠纷 想去找王烈帮忙时 有的走到半途 忽然愿意放弃争执 双方自行和解后 各自回家了 有的望见王烈的屋舍后 就感到很惭愧 觉得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去打扰王烈先生 实在是很不应该 大家互相谦让一分后 各自回家了 后来到了三国时期 事实非常混乱 王烈躲避祸乱 到了辽东 当地的人 也深受他的感化 正想称颂他 敬奉他 曹操听说这时候 派人去请王烈出来做官 王烈却没有答应 俗话说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不要因为好事小就不做 也不要因为不好的事小就去做 小善机多了 能成为有力天下的大善 而小恶做多了 有可能成为破坏国家安危的大恶人 小朋友们 王烈的故事讲完了 人们都说 浪子回逃金不换 这样的事情 真真切切发生了 这不仅是偷牛人本身就有廉耻之心 也是王烈的道德劝划起了作用 王烈为人正直 品行高尚 又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 感化他人 所以他能成为乡里百姓的楷模 王烈说得再好 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已 他有什么力量去感化一个地区的人呢 这样的壮举就算是法律也做不到 原因在哪里呢 这是因为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份廉耻之心 当受到道德的感化时 人们就会因为廉耻不去做坏事 那个偷牛人就是这样的 他本来就是一个知道廉耻的人 只是因为形势所迫做了小偷 如果人们当时只是去嘲笑他 他可能真的成为一个坏人 王烈的关怀让他知道了错误 于是成了一个好人 小朋友们 当你们身边的人犯错误时 一定不要去嘲笑他们 要去理解和帮助他们 记得给他们一个改正的机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补环